没话说了吧 没话说赶紧走 我才不想见你这样的女人 很疼对不对 因为我没告诉你就打你了 你连躲都没得躲 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是 她是太子 她非要我嫁给她 我不想 可我一个小女子 我有什么办法 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 放我下来 放我开 你要带我去哪儿 放我下来 如果你不想嫁给我二哥 那就走吧 你放我走 怎么 舍不得走啊 火药 不行 我不能看这无辜的人往死 我得回去阻止这件事 带我回去 我就说你是个贪慕熏荣的女人 你还不承认 我 看 被我揭穿了吧 不管你怎么看我 请你现在带我回去 请你现在带我回去 你简直是恬不知耻啊 你 你 不要老是动手打人 我虽然不喜欢打女人 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快地带我回去吧 不然真的会死人的 还骗人 我告诉你 被骗一次是善良 被骗两次就是愚蠢 你看我像愚蠢的人吗 我 你要回去就自己回去 我是不会带你回去的 你不可以把我丢在这儿 会死人的 真的会死人的 这礼礼太子的心房那么有 就算烧起来 也未必烧得死的 老玉桐 你叫他们给我演大闹天宫 叫他们给我演大闹天宫 师八哥 今儿是大喜的日子 按规矩得到晚上才能正式开罗呢 还要等到晚上啊 太无聊了 现在就演 现在就演 师八哥 要不你在这儿看他们排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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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 十八哥 你要喜欢 你就留在这儿看 我先去忙了 去吧 去去去去去 你们几位照顾好十八哥 听到了吗 是 你 过来 什么事啊 你打得特别漂亮 能不能教教我 这个嘛 你学不会的 不如这样吧 我们俩玩捉迷藏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那这样 你拿你的双手捂住眼睛 数到一百 然后去找我 不许偷看啊 好 来 快点 开始吧 一 二 三 四 你在干什么 我在跟十八哥玩捉迷藏呢 捉迷藏 我找到你了 十八哥 你总算来了 我可抓到你了 这位管家还以为我偷东西呢 我可没这么说 只是新房种地 闲男人等不便进入 晚上的歌舞快开始了 赶紧下去准备吧 是 十八哥 我们也出去吧 不 我不出去 我要留在这里闹新房 这 我 你出去 不是 出去出去 我 出去 不许进来啊 不许进来 这 说 前姑到底去哪儿了 我 我不知道 我刚刚过来给她换新娘的衣服 她就已经不见了 你们怎么看不住人呢 你们 您不是说她可以随意出入吗 这 太子爷 太子爷 刚刚门房来报 说八哥抱着一个女的策马跑出去了 看样子好像就是新附近 什么 老八爷想横插一杠 抢我的仙姑 不行 不能让她得逞 好 得把她找回来 对 她是不可能 带生人进宫的 一定还在外面 你们听着 赶紧给我去找人 哎 请请 来 来来来 马上 怎么没见着太子爷和新娘子啊 正在新房做账呢 等吃过了子孙伯伯之后啊 太子爷就过来给大家敬酒了 好 各位别客气啊 来来来来 请 好 好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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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 哪里 救命 救命 下吧 黃阿瑪 书冊 黃阿瑪 书冊 黃阿瑪 您消消氣 保重身體要緊 黃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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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阿瑪 黃阿瑪 動手 黃阿瑪 休消氣 麻煩您衝出 保重身體 黃阿瑪 你說 是怕阿哥为什么去你的别院 我 我想纳个妾 我阿玛 我只想纳个妾 纳个妾需要惊动京城所有的王公贵族吗 要给你的敌府进发休书 你是不是想让朕再治你个欺君之罪 不是 不是 皇阿玛 我只过想到宫门以后 再让她家中欺击 才同治皇阿玛和宗日府呢 好你个太子 祖宗家法你不理 朕在这儿你也不怕 想去就去 想休就休 你把皇家规矩当什么了 你还没做皇帝呢 皇阿玛 儿臣知错了 儿臣知错了 你想死是不是 好 朕成全你 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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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已经知错了 你就原谅他吧 你闪开 不然连你一起看 皇阿玛 皇阿玛 老四 你为什么要护着这种人 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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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死一万死也难辞其境 十八帝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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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什么事 十八个 没了 十八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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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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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得我走了一夜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失火了 这么多的下 好大的火 听说啊 十八阿哥 在太子爷的别远烧死了 是吗 皇上废了太子 教宗人府查办哪 糟糕 还是来晚了一步 那火人呀 找不着 稀奇了 这边 这人的眼神好可怕 我还是先走吧 免得被他们认出来 игр scared 我不知道最后死的 或是十八阿高 我要是知道的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他还这么小 这么可憐 那是他的命 谁叫老天爷 正好安排他在这个时候 在太子的心房里 不 都怪我 是我害了的 不 应该是我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指使你的 我们两个都该死 都该下敌 下地狱太便宜了 我们应该好好地摸着 尽我们的损让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那才是最好的摸着 到底哪一个才是你 在你心里的那个摸摸 是我 为了让这个火能够更快地走出来 你前面的路 会很艰难 你前面的路 而且不能回到我 你怕得怎么嫌弃 你一定要走下去 不然的话 你就会看到我跟十八儿一样的下场 所以 你忍心吗 其实对于老十八儿来说 如果这么大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不幸生在帝王家 尤其是我们这些庶主的公子 没人疼 没人爱 还时时刻刻受人破坏 倒不如 祈求来生让他托个好人家 有人疼 有人爱 平平凡凡地过一辈子 也不枉 来这个世间走一走 来这个世间走一走 其实我跟老十八儿是一样的 我只是不想就这么屈服 我要改变文明 我相信你 我可以带你 皇帝 皇帝 包子啦 包子啊 快来买啊 皮薄下辣的包子 看看啦 姑娘 买几个包子吧 我这包子可好吃了 要几个 我 我没钱 没钱 没钱就别站这儿啊 走开走开走开 别耽误我做生意啊 这样吧 我帮你干活 你给我一个包子 我这些包子都卖完了 也养活不了我一个人 你别在这儿捣乱啊 走走走走 快走走 走开 快睡 好了走开吧 别耽误我做生意 走走走走走 饿了吧 这给你吃 看来你真的是饿坏了 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 我叫顾小春 是前面成衣店的老板 嗯 这是我娘给我外叔带的干粮 嗯 现在我回来了也不需要了 哦对了还有一个 给你看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我现在无依无可 你是成衣店老板 你让我去打工好不好 你看我多可怜 我本来是来投靠亲戚的 可是我的亲戚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现在无依无靠 你救救我吧 你是好人 就做好事 我有好报的 嗯 那好吧 走吧 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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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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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啊 回来了 好 这位是 哦 他是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哦 小女子晴川 哦 晴川 娘 她呢 来京城投靠亲戚 可是亲戚已经搬走了 不知道去哪儿了 所以我想请她来我们店里帮忙 帮忙 你这次去承德 有没有把衣服卖掉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店从你爹传到你手上 多少年了 我们卖的衣服 连我们母子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更别提请人帮忙了 现在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娘 可是她真的很可怜啊 我看你更可怜 小春 你这衣服都很漂亮啊 为什么卖不出去啊 问题出在她身上 你说 本来好好的成衣店 她不经营 偏偏要自己画什么图样 做自己的风格 这下好了 大家看到啊 都吓坏了 没有一个人敢买了 娘 做衣服呢 不能没守成规 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那多没有意思啊 对吧 青春 有意思啊 有意思你就要饿肚子 我说姑娘 我劝你还是不要 不要在我们成衣店里做 去别的地方找事情做吧 不然早晚有一天 你会跟我们顾家母子一起饿死的 放心吧 有我在这儿 肯定不会让你们饿死 还会赚大钱 与你 我一个人都站在这儿 我一个人都应该拍 怎么会有的 我一个人也 interval 你会忘记 我一个人的衣服 我一个人的衣服 我一个人都会弄 你一个人的衣服 我两天的衣服 全京城最漂亮的衣服 都在这儿了 大家都来看一看啊 走步动作不要错过 来看看来看看 夏娘 她这样能行吗 娘 司马大火马衣 反正我呢 负这几个人 也没花多少银子 万一真的有效 也是条出路吧 而且今天我们这儿 开业大仇兵 两件衣服 只收几次的钱 还不快来马 太便宜了 又会难得 两件衣服 只收一件件的钱 来 看看 小春 收钱 好 查理 来来来来吧 来 都来看看 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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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收钱 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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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馏 穿漂亮衣服 不一定是给别人拍的 不过这个时代的女人 都是以丈夫为例 你可以给你的丈夫看啊 如果丈夫 连你都不愿意看的话 又怎么奢望她看你的衣服呢 原来是个深恶怨妇啊 那你就想办法然地看啊 要像你这样 整天自怜自哀的话 连打扮的心情都没有 她怎么可能回心转意呢 还可以回心转意吗 当然可以啦 不是我跟你吹 这间店在我来之前 根本就没有生意 你看我来了以后 多活活呀 如果我身边也有一个 你这么凄凌的人 那就好 喂 你 喂 都跑哪儿去了 皇上 皇上 吟识起身 在浅清宫永善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是什么人叫你 把朕的一言一行 都记录下来的 启禀皇上 是 是奴才自己 好 那朕问你 你记录朕的起居有什么用 奴才请罪 奴才向皇上请罪 是你让他这么做的 回皇上的话 奴才哪敢呢 奴才跟了皇上几十年 奴才的为人 皇上还不清楚啊 那你为什么认罪啊 皇上 这小顺子 是奴才的干儿子 他为人笨拙 若不是靠奴才的关系 他也不可能 到乾清宫来当差 但是 他总是记不好 皇上的习惯 奴才就叮嘱他 用心点 用心点 可 可没想到他 居然用了这么个 笨办法 真是该死 请皇上治罪 真是这样吗 皇上若是不信 奴才自请调离乾清宫 那也不用 好好教训他 让他长点记性 朕不希望有第二次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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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一百下了 下去吧 走 走 孩子 没事吧 疼 你别怪乾爹不给你扛了 我要是扛下来 这乾清宫 我就带不下去了 以后出了什么事 可就没人救你了 儿子明白 其实啊 我们做奴才的 谁没挨过两下啊 这挨啊 熬啊 那都是活该 等到有一天 你坐到我的这个位置 是 主子疼你 喜欢你 那就不用挨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儿子明白 那干爹 我还用记录皇上的 这顿打你还没挨明白啊 我没让你做什么 我知道 记录皇上的事 你也是为了好好地伺候皇上 可是呢 这高墙外面竖着的耳朵多了 你要是再这么口无遮拦地放鞭炮 别说干爹了 就是大罗神仙 也救不了你呀 好了 以后办事啊 要用脑子 别用手了 知道吗 其他的事我来办 撤 呦 四阿哥吉祥 李安达 不必多礼 四阿哥 您这么早进宫来 是去拜见皇上吗 听说皇阿玛最近老是咳嗽 这不 带了点草药给他 皇上那边有太医料理 身体差不多痊愈了 我看这些草药还是四阿哥 您自己留着吧 昨天还咳嗽呢 这么快就好了 其实啊 皇上的病是给气出来的 这都怪奴才 奴才身边的小太监小顺子 他脑子不好使 老是记不住皇上的习惯 没办法他就拿笔开始记 没想到啊 结果让皇上看见了 没来由 就生了一场闷气 幸亏太医们妙手回春 几夫要一下 病就见好 不过 奴才们可再也不敢多嘴了 您说要是跟哪个阿哥 哪个妃子多说上几句 惹出一些嫌疑来 那个就不好了 原来如此 四阿哥 您慢走 奴才还要到内务府 去张罗宫女进宫的事 告辞了 李安达 又到了宫女进宫的时候了吗 是啊 四阿哥 您说说 皇上身边要是有个 可人的贴身宫女 老奴就更不值钱了 老奴告退 皇上身边要是有时 老奴告退 老奴告退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 今天是你的生辰 对啊 我自己都忘记了 我记得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们快认识三年了吧 可我们见面的次数 一双少了数百千 四阿哥 你在宫里 我在宫外 能见这么几次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想不想以后时常见到我 可以吗 宫里的宫女一年选一次 很快就要开始 我帮你安排了一个奇迹的生日 让你进宫 真的 从明天开始 就有人教你宫里的规矩 我希望你成为皇阿玛身边的天生宫女 让她慢慢地喜欢你 然后 然后我就可以帮四阿哥说话 然后四阿哥的前途就能一片光明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可以拒绝我 你知道我从来不会逼任何人做任何事 三阿哥 你可以骗我 你可以跟我说 把我安排在皇上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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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更死心塌地 我一向都不喜欢骗人 苏妍 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你如果真的拒绝我 我是不会怪你的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我同样会帮你 我希望 你的每一天 都能够像刚才那么坏 我去 我去 不为你 只为安安心 秦川 你在做什么呢 你这里是间成衣店吗 你呢不把衣服摆在门口让大家看 人家哪知道你是卖衣服的还是卖鞋的 对吧 哎呀 这个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么粗的活儿让我来干嘛 我来做就可以了 不用 你是老板 我是员工嘛 我拿你的钱 当然为你好好做事了 我又没有把你当女工啊 你说什么 好多人啊 这是给宫里选的宫女人 宫女 皇上的女人 不是 皇上的女人呢 叫秀女 三年一选 这些啊 是宫女 伺候人用的 宫女就这么气派 那秀女岂不是更气派 我要是能进宫见见雍正就好了 我可是她的超级粉丝 雍正是谁啊 超级粉丝是什么 我 还跟你说你也不懂 好 你们都是下三起包衣的子女 应该已经学过宫里的规矩了 这里是天子居住的地方 一切都跟外面不同 你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不能有一刻马虎 知道吗 是 一会儿我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品评一下你们干活的能力 最好的就留在乾清宫伺候皇上 其余的都分到乾溪四所 有各功所用 明白吗 明白 素颜 你做的什么呀 做得可精致了 哇 好漂亮啊 这怎么做的呀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小菜 叫花开福贵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我可以教你们 好啊好啊 我看 你这才艺我们是学不到咯 嗯 来 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菜做得怎么样 你这道菜挺好的 如果酱料再多放一点 就更好了 请 厉公公 这新来的宫女都在这儿了 您来安排她们分配在哪个宫吧 干爹 好好 好好 厉公公到 厉公公请 厉公公好 打开盖子吧 多治愈 poles 汪 Congratulations 04 浅 谢谢 几岛 我们不公平 是啊 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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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姑娘说得对 是菜吧 公公 有什么不对吗 你的厨艺是差了点 你 你 还有你 跟我去乾清宫 其他的宫女 都去前夕四所 下去准备吧 谢谢 是 怎么会这样啊 都这时候了还不出来吃饭 你 娘 您来看 您来看 来 您看 好漂亮啊 要是挂出去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一副我不卖 不卖 不卖你做来干什么 我们家小春长大了 该娶媳妇了 看着哪家姑娘 跟娘说说 娘找人帮你撮合撮合 我 瞧瞧我都老糊涂了 家里明明种着一枝花 还要到外面采花 行了 这件事 就包在娘身上了 娘娘娘 您不要这样 我还不知道 人家怎么想的呢 万一 放心吧 先不说你对她有恩 就说咱们家的家底 和你这人品 这方圆百里 她也不好挑啊 你呀 就等娘的好消息吧 娘 秦春 来 你过来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来 坐下 秦春 你来我们家也好些日子了 也不知道你习不习惯 这里的生活 挺习惯的 那你想不想一直 在这儿生活下去呢 伯母 您的意思是 咱们虽然相处的日子不长 但我能看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勤快的女儿 自古吧 娶妻 娶贤 咱们家虽然有几个钱 但也不会把门底看得很重 小春呢 你也知道 心眼好 实在 一等一等好 你不会吧 你不会是想让我嫁给小春吧 我不可以 为什么 你看 我 我不是这儿的人啊 我早晚是要回到我家去的 你懂吗 傻瓜 我们女人哪 丈夫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哪有非要回老家嫁人的道理呀 再说了 你老家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伯母 可是我 我真的不能嫁给小春的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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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我来跟他解释 小春 小春 对不起 你不想叫他 你才能不认识 他 这男女之间不都是凭着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吗 在你们这里是 但在我们那里不是这样的 那 那我可以按照你们的规矩来啊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总之 我告诉你 我对你 永远都只能是朋友的那份感情 其他的我给不了 你明白吗 这样就不理我了 男子汉大丈夫这么小气 怎么会啊 那没事了 没事了 那回去吧 秦川 我不会放弃的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去 你喜欢下我的 哎呀 这个小春 怎么就说不通呢 嗯 我 怎么会啊 还 现在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是谁啊 这是哪儿啊 我想起来了 你不就是那天那个想买衣服 又买买的贵太太吗 大胆奴婢 西平娘娘面前你也敢放肆 西平娘娘 你是娘娘 那这儿岂不是皇宫 还不跪下 一点规矩都不得 怎么了 那天本宫的兄长 在前线里的大宫 皇上特准本宫回娘家探亲 没想到竟然遇见了你 你知不知道本宫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才把你弄进来的 你弄我进来干什么 你不是说过 要挽回一个男人不女 只要花点心思就好了 皇上的大寿将至 你快点给我想个法子 可以令本宫一名惊人 再获胜处 我哪知道这么做 做不到可就麻烦了 你需要来 公里突然多了一个人 本宫风险很大 金嬷嬷 是 你要干什么 姑娘 老牛这双手处死过很多人 很快的 西 西平娘娘 不要不要 我帮你 我帮你想办法 我帮你 这就对了 你慢慢想吧 如果皇上大寿之后 本宫能够重获盛宠的话 你就有好日子过 如果没有 小命难跑 你叫什么 我叫做青川 这名字不错 金嬷嬷 你带她去前夕寺所安置 你知道该怎么做 主子放心 奴婢会把她跟新晋的宫女 放在一起 不会有人察觉的